Montaren TV 欧洲卫视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虎年 新的一年虎年即将来临 我们中国人都非常讲究生肖 在这个新年来临之际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 过去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 在欧洲 在法国 那也是很严重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很多人的事业 学业 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我知道有些朋友 可能家里是在国内 在中国 连回国都很困难 但是咱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坚强 勇于克服困难 所以在过去的一年 我看到大家很多朋友 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都靠自己的努力 克服了这些困难 让自己的生活 尽可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 让自己的事业 也能够在困境中继续发展 当然可能有些朋友 不幸染上了新冠肺炎 但是我们的侨舍 也是互帮互助 大家也都能够很快地 战胜这个病情 新的一年来 即将来临 虎年了 我们希望给我们带来新的气象 虎嘛 它的寓意 就是生气 勇气 以及福气 还有个福气 我们希望今年疫情 能够快快地过去 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 我们的事业重新发展 在这个新春 来临之际 祝大家虎年吉祥 身体健康 事业发达 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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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